大家好 大家好 今天我們先開始Post Presever的第一場 我今天會講兩塊節目 這塊是利用資料部做圖形相似的計算 為了要做圖形相似部 我們要先來做系統檔案的讀取 可以看到說 因為這個資料是我之前做的 是9.600的時候做的 不是現在400 那我們可以去使用它的一些函數 像這個 我可以揉進來 這樣就可以去做 但是這樣不夠方便 所以內建的一個函數 它相對比較簡單 我們Post Presever可以去下載一些extension 然後呢 像這一個 這一個東西 那我就可以 Mac install 然後這個extension 那我們要用extension 那個user一定要有 出貨路線的前線 那它就是Post Presever Io 這樣就安裝好 然後就可以去smail這個 它就可以讀這個目錄 那我們接下來 再利用它提供的函數 來讀這個檔案 那可以看到這裡是四方 那因為 它是權限 所以我們在使用這個的時候 要去注意相關的權限 那666是一個範例而已 那實務上大家可以看真實的狀況去調 調出適當的權限 那就可以去把這個檔案讀進來 那接下來我們是 匯入圖形 那我們 匯入圖形的話 它我們可以再去安裝另外一個extension 它叫做PG-INIT 那Post Presever的一些extension 都會有一個網站叫PGSNORG 大家可以去上面撈 找很多寶貝 那我就在這裡一樣下載 Make and install 然後就把這個安裝成功 然後我們接下來就建一個配合 然後注意這邊 這個資料形態就叫PG-INIT 這是裝了這個extension之後 就才會得 那在很多其他資料庫 它會用 用像BLOVER 或者是有些資料庫 你去看到一些範例 它會告訴你 會用BASE64 那種方式 那這個Post Presever的好處是 它是一個先進的資料庫 而且是由各地的英雄好看作 所以說它不會受限於某一家廠商 它想要聽到什麼才有 那我們就有一個密集的形態 好 那我們就再入它 那這個陰密集的形態 它就是放JPG或DMG 那用ByteA 然後接下來我們就可以跟ByO搭配 放一個檔案 然後就這樣把它讀進來 然後當然還可以用深入的方式 你直接就把一狗票給它映射進去 然後告訴它是哪一種形態 那深入出來就是這個事情 可是這個很有彈性的 我們可以去讀 讀我們要的目錄下面的檔案 也可以直接輸入 那當然食物上很少人會去真正直接輸入 好 那我們讀了圖形的資料之後 我們來看看它的MitaData 可以看到說 我們又可以看到檔案的大小 那這邊呢 做了一個NP5 然後還有它的MIME的TITLE 它是密集的H 等等 那都進去的都是從一個圖案 那這裡就是要用這一個這樣才能去 因為你直接做因應局的話 是不能跟MDI5做運算 因為MDI5它是數字 所以我們要用這個函數去轉 轉出來 MDI5才能出來 那寬度高度都有 我們都進來的時候 都可以判斷它的傳統統高度 然後它另外提供的運算值 就是相等跟任何不相等 然後我們就可以去比較一下 哪些是不是相等 因為剛剛的範例裡面 這個圖形模式都用一樣 所以它是相等 好 那我們接下來就是來做圖形特等 一樣 來去挖好 然後這邊有一個DHUB上面的 然後我們下來之後 MAC 那這個要加這個 然後就可以MAC 然後一樣PRE EXPENSION 那接下來我們就 它會提供一些資料 資料型態還有一些函數 那這裡有一個GISV INGATE 這是PRE EXPENSION 這是PRE EXPENSION 特殊的INDEX的格式 那我們接下來就來看 STATE IMMING 然後取出它的特整值 好的 我們放一些圖形進去 然後我們自己寫一段PRE EXPENSION STATE PRE EXPENSION 它叫PRE EXPENSION 它叫PRE EXPENSION 它叫PRE EXPENSION 跟PRE EXPENSION 的PRE EXPENSION 是類似的地方 那但是 歷史原因 它一直沒有叫PRE EXPENSION 一直是FUNCTION 那接下來的版本它會把PRE EXPENSION 它就是利用剛剛的那個讀檔案的去讀 那當然大家也可以用其他的程式語言去寫 那這邊就很簡單 是一個ROO 然後做完之後就 做法律給拖進去 然後就配一個OK的樣子 然後我們ROO 好 好 532 然後我們現在開另外的PRE PORT 來放它的PATENT跟它的混混 那我們剛剛放的是圖形的 那我們現在另外開一個PRE PORT 來放PATENT跟 然後我們這個有使用這種型態的INDEX 會提供後續做不對的時候的效率 好 然後接下來呢 計算 互相之間的去 它提供了這樣一個測算 那我們接下來就可以去 因為我們把資料的特徵值放進去之後 那我們接下來就來評論 這樣子對特徵值的話很方便 那注意到這裡有一個特殊呢 那種的Joling 大家也沒有看過這種Joling 這種型態的Joling 這種型態的Joling 這個是POLOCO跟POST-CIVO用的Joling CVOSER Microsoft 那個 Microsoft 那個 那個 Microsoft 那個 這個Joling的方式 就是它可以讓內部你在做下面這一道的時候 可以去讀上面這邊的變動 那因為我們特徵值互相比對 我如果是這個Table500跟500Joling 會變得多 所以我是用這樣來做的時候 每一個都比號碼比它大了就好 然後會跳 所以越比會越少 越比會越少 然後到最後倒數第二顆 它只跟倒數第一顆 那最後一個就不用 那這樣我相對比教的時候會比較快 這是一個比較特殊的Joling 大家有況可以去看看這個Joling怎麼用 會提升一些比對的效果 好 那我們就這樣一個 那我們比對完之後呢 當然 比對是需要 成本 我們做Table的時間 所以我們把比對的結果 互相之間的距離 換進去Table500 然後呢 再去找 找出跟它最接近的 10號跟 跟它最接近的 有哪些 14號有530分 這樣下 這個就是講一下剛剛的那個 演算法 就是這邊 大家可以看到就是說 1號跟2號 1號跟3號 2號跟1號 2號跟3號 這樣 這個是一種很傳統的舉法 就是你有三筆的話 你要做 你的卡式機會 就等於6號 那我們用另外的方式 我是1跟2 1跟3 2跟3 就閉盤 那排列組合 我這樣組 這樣就會 變得比較廣 這樣 就是這一檔 這一檔 好 那 這個Python的範例 就是做同樣的事 讓大家有空參考一下的 就不用特別去解釋 因為這個 其實它就是一個雙重腿圈 好 那 就是同樣跟剛剛同樣的結果 那 我的 比較的 10號跟14號是最接近 因為 它這個是百拍的 所以 10號跟14號是最接近 但因為全部有500多張這樣 那 有關圖形 大家有沒有什麼 問題 因為在我們食物上 我們會去做一些 譬如說產品 然後圖的大小或是類似 然後今天有特務買了哪一種產品 然後我可能 現在都會有一些推薦的演算法 那有些演算法很複雜 可是有一次我們就用很簡單 我就找類似的圖 丟過去就好了 因為我們產品 你在拍的時候會同樣角度 這樣就找類似的圖 然後做一些推薦 所以 然後事先就把那個 找出來 某一個產品 它最接近的三個 那當然有些時候還要加一些的總盤 狀況會推薦出一些很特殊 意想不到的狀況 剛剛講完找族形 那我們現在來看一下 它有這一個東西 外部資料的挖盒 那我們就補約一個 挖盒 然後使用PoloCo的這一個 那這個是extension要安裝 那這個extension 你在安裝之前 你要先有PoloCo開 它會透過PoloCo的OCI 幫你做 那我們就補約一個sever 然後Option 然後這邊呢 sever就是照顧PoloCo的 連線的四串 這個是一個 本機 一個12C的插入式資料部 那我們要做Main-In User 就是說我們這邊的User Main-In到Oloco那邊 下當一堂的User 那我這邊叫我們傳統的 Oloco的思考這個 OK 那我們現在這裡 是一個 Oloco的 好 那我們這邊 PoloCo 好 堅定 那這個是手動 這個時候都手動對定 那像一般來講 做這種東西 最討厭的是寬度不夠 那PoloCo在這裡 就有一個很好的好處 用text text 你就不用去調那個 拉恰多少 拉恰多少 一般從別的資料部倒過來 最討厭就是到了很多很多中間才跟你講 欸 老大 您某個什麼 知道嗎 好嗎 那就會很悶 那整個過程很date 那我們這邊就可以算 基本上 除了數字 我就無腦 無腦都用text就好了 所以Post-Bichiko的text 是一個非常好用的東西 好 那一樣 這邊要Post-Bichiko 頓應到那邊的Post-Bichiko 那這個時候呢 可以看到我這裡是用消息 好 然後呢 Post-Bichiko的Post-Bichiko就成功了 那我們接下來來Senday看看 Senday的時候他會告訴你 沒有 沒有 那為什麼呢 因為Oroco內定他的Post-Bichiko都是大型 因為Oroco是一個比較老傳統的資料部 他發展的那個年代的電腦很多都是大型 所以你這個時候就會很悶 怎麼不行 實際上就很簡單 大小型問題 你把它這邊改一下 我們重新這邊 然後這邊一樣 Senday的名字也要用大型 然後Table也要用大型的名字 好 然後呢 我們就 策略出來 那 Limits的你把 在Oroco是沒有的 可是我們是可以用Post-Bichiko的Limits 去把這個跑出來 這樣就很方便 讓我們使用Post-Bichiko來去 沿線或有資料 好 好 我們另外呢 這裡就是另外類似的範例 那 除了那個以外 它提供了一個 盤數給你 這個是 它的extension有很多個 它有針對Oroco的 有針對Michiko的 這是針對Oroco的 它提供了一個 然後你可以看到你連線用的 Oroco的版本 等等 方便你去看 好 那我們這邊呢 測試一下 我在Oroco裡面呢 開一個table 然後插入幾筆資料 Guin 然後呢 我在Post-Bichiko 做跟剛剛同樣的事情 一樣做Making 然後 這時候這裡就是大型 就Making成功 好 然後接下來查詢 就可以查得出來 是這樣 到這裡就跟剛剛一模一樣 沒有什麼了不起 就是三筆資料可以查出來 好 那Oroco要坎面 因為有些 有些人 就是 用了Mainseco習慣 你起業之後 脫印射之後 沒有下坎面 那Oroco大部分 會需要 那我們現在呢 刪除第一 那在Oroco那裡刪除的話 我們在Post-Bichiko 就看到裡面的刪除 那這頂的刪除是 哪裡刪除 我把MFG來 是這裡 我們是從Post-Bichiko去刪除第一 但是在Oroco那裡 也跟著刪除 這樣就很方便 當我在Post-Bichiko的時候刪除 Oroco那邊跟著刪除 那一般我們 有一些工具 它提供你做 做一紙資料庫 它只能點 你只能查 你沒辦法在Post-Bichiko這邊刪 然後 下指令刪 然後Oroco那邊用個刪 這邊是可以的 然後接下來呢 我可以update 我在Post-Bichiko這裡update它 然後呢 在Oroco呢 它也是 就跟著update掉 然後我可以在Post-Bichiko這裡映射 然後在Oroco這裡也映射出去 所以這樣的功能 讓我們在使用這個Post-Data Water的時候 非常的方便 因為像有些資料庫 它主的資料庫連線數 會有一些需要錢 或者是它的效能組 那我們這邊挪過來 這邊寫好了 這邊寫好了 然後這邊用Table 總是提供了一些彈性 但是我們剛剛有看到說 我們做對應的Table都是 人工去下指令 下指令的Table 那我假設有100個1萬個Table 那我不是很累嗎 所以它另外有提供這個 就是Import-Data Schema 那Import-Data Schema呢 非常方便 它提供很大的彈性 接下來我們來看看 這裡 我們 剛剛看完從Post-Bichiko Inport 從Oroco 那我們現在來看看我們從Mysiko 那我們一樣 就安裝F-Data Schema 裝進去 那 用完一根裝 就是這個 那它會幫你裝這個 然後裝完之後呢 做的事情跟剛剛 是一樣的 那我們開一個Hoin Server 只要開Server 開好 然後呢 Maping的 那邊呢 我們 我們開了一個User 叫Sakila Sakila Sakila就是 Mysiko 那是海淳的User 那我們這邊開一個User 新的一個User 然後我們 把 因為Mysiko 它那個Sakila 是它有名的範例資料庫 那那個範例資料庫 它裡面會有開幾個 因為那個是一個 這個Mysiko有名的 作者它做的 所以它裡面會示範 所有Mysiko的功能 所以它裡面會有 自訂的資料形態 所以我們在這裡 先把那個 自訂的資料形態 才會先把它刷片 或者是把它修改 好 那我這邊呢 補約一個Sakila 叫Pakila 然後我只要 然後我只要 下這一道資料 把 Mysiko的Sakila 依附我們這個 現在的 Sakila 然後它就 依附進來 然後我們可以看到 在Mysiko那邊 所有的Table 跟它Vin 一起在這邊做得對應 我就不用一個 像剛剛那樣 一個Table 一個Table 去做對應 而且也不用外部的程式來做 我只要一道 那這樣就很方便我們 來移轉 譬如說我有一天 需要把 Mysiko的資料 轉到Table 信號來的時候 那我們就可以用 這樣的方式 全部做Mapping 然後Mapping之後 你要再 可以開另外一個 然後再去 音色頻度 那這樣資料基本上去判斷 所以今天是我分享的一些案例 就是兩個 一個是圖形的比較 一個是FDW 那這個FDW現在 使用上功能越來越強 因為它 在連線的時候 它包括一些統計的函數 是可以做下推的 所謂下推就是說 譬如說我現在做 Sakila FDW 那它不會傻傻的把 譬如說一百萬 你通通拋到Cosbysiko去做古板 當對方那個資料固是有 那一個的函數 譬如說Mysiko它是有Sak的 那它就在Mysiko做 做完之後 結果拋回來 這個叫下推 函數下推 那當然 因為以前在使用Mysiko的時候 Mysiko在八版之前 它是沒有Woodle Function的 Woodle Function很好用 那就很弱 那我們就想辦法用 把Mysiko的東西 在Pondre-Cosbysiko來做一些演算 這樣就比較算 就會用這個 但是它沒下推的話 就會效率比較差 那當然如果說現在用Mysiko的八版 然後再用Pondre-Cosbysiko 那有一些像 那些類的 就可以在那裡做 所以下不下推的成功 要看兩邊不同的單位 不是絕對 不是說一定能做下推 所以 以我實用上來講 我其實做一些統計的說 我們是把Mysiko拉回來 到Pondre-Cosbysiko來做 不太會去用Mysiko做 因為Mysiko有些東西 會用它是用歷史 歷史給你當年發展的時候 就用那一個 那你去把它換掉 然後就繼續用 那分析的時候 就拉回來到Pondre-Cosbysiko 因為Pondre-Cosbysiko有一個好處是 它可以調R 它有一個 Store的區域 它就是R的那個 這個磁印記放進去 那R有很多統計函數 那我們可以 做R的函數 拿過來在Pondre-Cosbysiko 直接使用 然後在我們的Cosbysiko 很強 它就直接在Pondre-Cosbysiko裡面算 而不是說 拉出來用R算 就把R放進去 不要緊 所以我們透過Pondre-Cosbysiko的R的功能 然後我再次搭Mysiko 那我公司原始的一些Mysiko的系統 就不必那麼快把它淘汰掉 因為公司開久了就會有一些歷史的包含 你要把它淘汰掉 有點困 因為可能當初寫的工程師已經離職 或者是成仙 然後年輕的工程師讓他再去看那些包含 他也受不了 然後就 那也沒辦法 公司還是要拍 然後就一直到某個服務 沒有人在用 就要壞掉 那有些時候就很討厭 有些服務就基本上沒什麼人在用 可是偏偏有一兩個人用的特別多 我們就很想拜託他 大哥你不要再用的 我們還要想把這個服務灌掉 但沒有辦法 所以就有些服務就會一直掛在那裡 然後負責的工程師都是那種 菜鳥比較碎的那一類 然後就很混蛋 OK 好 那今天我講的部分就到這裡結束 好 謝謝 謝謝 好 謝謝 好 各位 這邊 我們是有組了一些貼紙 等一下可以到前面 前面有直接來 我們都不可以 來看 謝謝 謝謝 謝謝